台风山陀尔缩时影片曝光 从高雄登陆后 它逐渐在高屏上空魂飞魄散 不过它最外围环流 仍是按照原先路径往北走 细项专家分析 这就直接导致了4号傍晚东北角大雨 山陀尔台风它的最外围的环流 也就是东南风跟南风 按照原先的路径 依序就是往我们的北部东北部移动的时候 它强迫了由北方来的东北风 所带来的干的空气 那使得环境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这样的说法也和前气象局长证明点说法类似 透过图卡看到山陀尔最外围环流 东南风南风北上和东北风遭遇 导致东北部海面产生持续对流 带给东北角和东海岸持续性降雨 而从高空200摆帕气流图 南亚反气旋随着季节转换开始往南移 还有约三天前一支高空朝线接近 这样的配置让局长受到梅雨气息 跟我们梅雨气所看到的剧烈降雨特征 是非常的类似 东北颈风型风面降雨一般不会这么强 所以它一定是有额外其他的机制 去支撑它会持续延续性 而且有剧烈的这种降雨发生 简单来说就是台湾人储大低压带环境 天气容易不稳定 再加上山陀而消散后的剩余气流导引进东北风 再与高空环境不合 条件具备东北角才会突然有这场大雨 东三七晚上中心综合不到 我认为台湾人储大低压带环境不合